今天我就一个要求啊 把这屋子给我挥入成时间前那样的 啥啊我们哪知道你家时间前啥样的 这活干不了 我知道知道 干不干干不干 你们见过住在垃圾堆的白岸粉丝 你网红吗 今天就带你们开开演技 别乱猜是谁了 给你们点提示 有洁癖 直播间人气常见火爆 身高三位数相加 是12 猜出来的自己知道就行 可千万被说出来 超哥 他这么有钱 等会给小费 你别要自己秘下了啊 我去妈呀 你咋想的呀老弟 正常结款就不错了 还小费呢 刚才差点就用签名照 挺保洁费的 看这屋里的垃圾 我都有点怀疑我刚才听错了 这真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能住出来的屋子吗 师傅 这身边都有啥样啊 你调好就完了 最后肯定还满意 他还要求我们 把他家恢复成时间前的样子 美女 我们就是宝迪 不是装修盾人 哎呦我的天哪 咋样美女 有没有十年前的感觉 才得是你的时候 看看这热细器上面 油泥都这么大了 估计平时没少在卫生间抽烟啊 你们家这儿的气也这样了吗 最后来到了 保洁重农之重的厨房 从厨房的幼屋不难看出来 美女真是一个懂生活的女生啊 平时一定没少给自己做 溜肥肠啥的 超哥 我感觉她好像是骗子 那往往上在直播间 老瘦 老漂亮了 哪有那么多美女啊 老爹 都是颜值不够 美颜凑的 大家别看我们干的容易 要是小姐姐自己熟悉啊 说不定泪成什么样呢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一定要定期打扫厨房卫生 不然形成顽固油污 不仅难擦 还容易滋生细菌 还好今天 我们多带了几瓶油污镜 我们这款油污镜 是我们保洁人员 内部使用的专业线产品 比你们平时在超市里面买的 劲儿大 而且产品本身 还没有任何刺鼻味道 如果你也想要我们的 同款油污镜 那就点击头像 来我直播间吧 谢谢大家